玉旅分局配合内政部警政署规划执行 扩大取缔入口不停让行人执法专案 5月份会针对行人多事故的入口 同步来执行加强取缔违规的情况 也请用路人要遵守相关的规定 玉旅分局配合内政部警政署规划执行 扩大取缔入口不停让行人执法专案 5月份针对行人多事故入口同步执行 加强取缔入口不停让行人 人行道违规停车与违规临时停车 非号制化入口未依标线标志 号制停车再开 以及取缔道路障碍等违规行为 展现对行人安全的重视与执法决心 为了强化行人路权 警政署于5月1号通报 全国警察机关执行入口执法 特别针对非号制化入口 不应标志标线号制停车再开 行进入口不停让行人 人行道违规停车及违规临时停车 以及道路障碍四大项目加强取缔 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违规事项 玉旅分局特别制作影片加强宣导 并且玉旅分局强调 执法只是手段安全才是目的 玉旅分局除了执法以外 也特别拍摄宣导影片 并利用人群聚集的活动 且往加强宣导 希望借由执法以及宣导并重的方式 强化行人路权观念 玉旅分局表示 希望借由强力执法手段 加强宣导用路人遵守路权 以及路口慢看停等观念 呼吁汽机车驾驶人行进路口或转弯时 应减速慢行 停让行人 以强化行人路权 以及民众守法观念 降低事故发生 确保自身及他人安全 记者高双双玉旅镇采访报道